清华大学校长贺承宏正在接受校内学生记者的采访 学生们专业的程度不输一般正式记者 为了让大学生对新闻工作有更深层的认识 清华大学丑主请一下影音新闻平台 将报导清华校园内的大小事 也训练学生们采访写作 拍照摄影的多媒体叙事能力 我们希望培养学生多媒体叙事的能力 那这个能力就包括写作 拍照 摄影 还有现在时下流行的一些直播 用手机来剪辑影片 这些能力我们都希望能够交给学生 自由地运用各式各样的媒体 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他们能够报导事实 目前参加清一下的学生记者共有21位 清华校本部与南大校区学生各伴 很多人都是对新闻记者抱有兴趣 或是透过学生们的新闻报导 拉近校本部与南大校区师生们的距离 为什么会想参加 就是想多学习有关剪辑剪片 或者是采访写作等等的技巧 还有因为未来可能会往传播产业发展 所以觉得现在大学能够培养这些技能 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在从11月并校之后 能够就是增进两校区之间 同学对于就是两边校区活动上的认识 因为可能在实际到对方校区参与活动 是有时间上然后又或者是交通上面的一些限制 可是如果能够借由就是影音的方式 然后来了解两校区之间的活动 又或者是最近就是一些新发生有趣的事情的话 那就是大大的降低就是同学们参与的这个门槛 开心的秀出记者证 这群青年记者们肩负着客观 平衡报导的原则 也希望透过新闻报导 让校内大小事更受到师生们的关注 凯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